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为什么谈一种自我内在化的女性话语 就是说这些女性她们的写作不断地强调女性的这样一个身份意识 强调女性的立场女性的经验 那么她们也写女性的命运 但是总是把她的命运撕扯开来 放在和男性对立的那样一个基础上 去建构一个女性自身的一种历史 女性自身的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某种意义上我们说这样一个文化政治 所以我们说身份政治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包含了几个层面 一个身份政治是一个种族身份 就是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身份 民族国家的身份 第二个有一个种族的身份 第三个有个性别的身份 所以身份政治这个是后现代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么女性的性别身份 这个是我们讨论女性文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自我内在化的女性化 也就是这些女性的她意识到 有意识去强调这样一个女性的身份政治 就是她们的文本本身呢 它是有能够展现出一种身份政治 所以你像陈兰 林白 那么这两位呢 一直是作为最典型的 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的作家 就这几个女作家 其实池子健 她这个并不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女性意识 但是这张照片是林白的照片 我一直看不太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个 现在林白已经过50岁了 这可能是她年轻时候的照片 年轻时候她的名字叫林白威 她把它改成这个林白 这个是红影 红影其实也姓陈 可能是叫做陈红或者大概这一类的名字 后来起了一个非常有女性意味的红影 这徐小斌 她一直是这个名字 这个陈兰 这几个女作家 最近我看了这个红影的一本小说叫 好女儿花 这她有名的一本书呢 是叫做这个和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Redeemer 那么和的女儿呢 翻成中文叫做饥饿的女孩 她都写她的自传 那么这本书写 她的自传写得更加极端 就是说把她自己的那个事 她怎么嫁给她的老公 她老公呢 是赵一恒 现在在川大当教授 那么也是我们这一辈人中的 较早出去留学的 同时做理论研究 做得相当出色的 一直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 那么比红影大20岁 在那个年代 现在当然不太奇怪 现在大50岁都可以 那么那个时候是非常极端了 但是这个小说呢 确实记述了她 在重庆生活的那种 艰难困苦的一种状态 家里有六个女儿 父母亲 和的女儿写了她父母的 那一辈的一种生活 而且主要是写她个的 没有写到她的家庭的 复杂的情况 好女儿花呢 写到她和她的姐姐 还有她和她的这个 丈夫的关系 那么红影 这个小说 我觉得好女儿花 确实 红影在中国当代 好像不是她的地位 文学的地位 一直受到一种质疑 但是我读了她的 好女儿花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力量的 我觉得她的 和的女儿 可以和好女儿花 我觉得这三部作品 是作为女性主义的文学中 是相当有分量的 我觉得她写出了一种 女性非常痛楚的一种历史 非常血淋淋的一种真实 那么当然她的书 也一直会受到一种质疑 受到一些非议 你像好女儿花 几乎写的全是她的隐私 她毫不避讳那些 根本就是说 你不能想象 这样一种极端的一种 一种生活能够写出来 当然她这是叫做小说 但是很多知情人认为 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很令人震惊的 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这在中国算一部非常极端的 女性 我不知道叫女性主义 恰当不讲女性小说了 因为卫会的上海的宝贝 应该还是一个很虚构的一种想象 但是好女儿花 她几乎是一种 她生活的原生态的一种记录 当然大家会说 生活其实是广阔无边的 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的一生 无论如何你都记录不下来 所以整全性的 完整的一个人的原生的生活 是不存在的 她依旦是有选择的一种记录 但是就她来说 她这些有选择的去世 她有她的历史的以劳性 就是说她确实曾经发生过 当然去世都进行过修改 因为在这里边 这个红颖本身是一个受创伤的 是吧 是一个正派的 当然正派不正派 这个不知道 她也没有标榜她正派 就是说 总之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是吧 在这小说里面写 她是一个善良的 这个好女儿花 是吧 但她里面也毫不隐晦地写到 她的姐姐偷她母亲的钱 当然虽然说没有确认 偷母亲的钱 把母亲一辈子继续偷了 那么这里边写到母亲女儿 确实一种非常双统的中国的历史 在今天我们看一看 新兴中国这么强大 确实和她的好女儿花 中国人女性历经的那种痛楚 我觉得是有一个很深迷的一种对照 这部作品呢 我觉得也可以看到 红颖的小说叙事的语言 有很大的一种变化 有一种非常干脆利落的 一种女性叙事的语言 在忧婉当中有一种坚决 所以这个语言还是 我还是让我蛮吃惊的 就是她的写作还是在一个 能够进步的变化的一个轨迹上 红颖所有的照片都非常的夸张 是吧 大家看看她这个 这个不算是吧 她曾经出了一本诗集 叫《伦敦危险的优惠》 然后封底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照片 那么林白的小说呢 我觉得她一个人的战争 我觉得是当代女性小说中的 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品 那么也可以看到 这一代的女作家呢 她们深受玛格丽特杜拉 杜拉斯的影响 杜拉斯 杜拉 杜拉是一个少女的故事 杜拉 杜拉 杜拉的影响 就一个人的战争 还有林白的那些小说 你都可以看到 那么林白的小说呢 在叙述上呢 它也是有一种 有一种情调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一种节奏 和一种强烈的 主观化的 主观化的一种愿望 你可以看到她的小说 那种语言感非常强 语感非常强 有一种语式 这种语式的存在呢 是林白的小说在叙述上 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这样一个 有穿透力 《一个人的战争》 也是一个非常有 非常有这样一个 挑战性的一部作品 他后来有一系列的作品 像致命的飞翔 手腕空心岁月 说把房间万物花开 和妇女闲聊路 这个我觉得 在当今女作家中呢 林白是一个水平 我觉得相当 艺术手法 相当高的一个女作家 在女作家中呢 我认为她是一个 非常突出的一个代表 慈子健的作品呢 其实慈子健 并不是太强调女性身份 女性意识 她不是那么非常刻意地 去表现 她的一种女性的立场 但是她的作品中 确实也是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 她本能呢 也是受萧红的影响很深 作为东北的作家 她的那些作品呢 你可以看到 她的女性都是 有她们 非常 就是说 她会建构一个 她的女性的形象的谱戏 这些女性的形象谱戏呢 她都是善良的 这个带有东北的 是吧 坚定的 执着的 有自我追求的 所以她的女性形象 你看林白的女性形象 都是怪模怪样的 和这个社会疏离的 对抗的 和男权 总是实时感到 男权 男性在压迫她们 是吧 林白的女性也是这样 她们的作品中 有一种鲜明的 男女二元对立的 这样一种观念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她女性一直强 是她的作品中 一下就拉开一个架势 就是这些男性呢 都是坏蛋 男性都是随时要侵犯女性的 那么女性呢 都要时刻提防着这种男性 女性呢 这些她的比较女性 又渴望男性 但是对男性又无法性的 所以她们写出了这样一种状况 另外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 叫《陈与世》 这是一个叫做刘克 刘克写的《陈与世》 刘克是陈懒的第一个丈夫 那么也可能是最后的 我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不妥当 她们大概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那么刘克我跟她也很熟悉 是一个非常老实的 这个厚道的湖南汉子 那陈懒是一个非常陈氏女性 是吧 刘过阳 这个非常那个 所以她们两个人结合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 那么《陈与世》里边呢 写的里边有一个女性的形象 我觉得 我觉得是写的是陈懒 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评论 大家去网上搜一下 可能搜得到 就读解这一部小说 我文章的名字我都忘了 大家试着去查一查吧 但是我就想写出 她要表达的是 她对陈懒的一种感情和一种态度 她其中写到一个细节 她为了给 其中那个女孩 她爱的那个女孩 买一个丝织的睡袍 她每天偷偷的晚上出去打工 打了这个一年 是吧 然后就买了一些丝织的睡袍 给这个 到友谊商店 买给这个陈懒 然后穿了丝织的睡袍 然后呢 这个 后来 他们之间的争执 就是说 他给了 这个牛客 这个我 叙述人我 给了母亲的 钱 他认为是 这里面就发生一个 很强烈的一种争执 他觉得 他受到非常强大的创伤 他是这么的爱 一个小说里面的女主角 不仅是陈懒 我不能那么说 这说可了不得 就是 我刚才说话不算数 那么 买了那个 结果呢 他认为他对他 母亲的那种 要尽孝道的那种 心的一种不理解 他觉得他们这种文化差异 是如此之大 所以他觉得他受到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创伤 所以这个小说 他写的这些呢 非常的 我觉得写的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真实 以及非常的有一种锐利感 但这部小说 没有引起任何的关系 没引起任何的反响 我觉得 陈宇世是一部写的相当不错的小说 写的相当不错的小说 因为里面请住的他 确实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那种经验 那种铭心刻骨的那种绝望 那种失望 我觉得那是写的不错的小说 但是我的小说里面没有提到 但他有机会看 就这个可以和陈兰其他的作品 参照起来看 徐晓兵也是一个强调女性的一种意识 但徐晓兵的 截然和男性对立 他的女性总是在寻找一种男性 总是在想象一种男性 也在建构一种男性 这是徐晓兵小说的一个非常 非常特别的地方 像他的这个迷幻花园 双鱼星座 这个雨蛇 都可以看到 他的作品中的一种女性 既有一种他们非常神秘的一种命运 他总是能写出一种神秘的女性 神秘的女性的神秘的命运 以及这些神秘的女性 他们想象和建构的一种男性 他们和男性构成的一种 那种关系 它和一般的女性主义是不一样的 在陈兰和林白的作品中 男性和女性的对立 被划分得非常鲜明 但是在徐晓兵的作品中 女性是去想象男性 建构了一种强大的男性 通过一种神秘的经验 这种女性抵达了一种男性的身处 男女在一种神秘的境界里边 能够达到一种达到一种沟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徐晓兵真的相信 这个秘中的男女双修 就是在这个羽舍里边 我觉得它里边写的这样一个 女性所想象的那种强大的 有神秘经验的那样一种男性 和女性的那种交流 我觉得是非常像这个秘中的 这个男女双修所达成的那种沟通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这和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无法解释的 另外有一些关于时尚的女性 这个我把它叫做时尚前卫的 女性写作 这里的绵绵魏惠和安妮宝贝 魏惠大家知道 这个写了上海宝贝 所以都叫它上海宝贝 那么其实魏惠的作品呢 开始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 就是一种挑战的力量 就是说它一开始那种青年雅文化的那种力量 我说的强大是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说确实有一种挑战性 那种疯狂的颠覆性的那种东西 其实98年的作家第七期的 登了一批的女作家的照片 大家看看70代出生的作家 1998年 其实他们都二十几岁 所以作家的登出的 作家杂志 东北来作家杂志登出的一批 在那个时候 我们作家战区主导地位的 还是男性作家 男性作家的都是像 莫言的延年柯那种 贾民王那种 造起相来就都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目光呆滞 然后脸上都是目无表情 或者这个非常麻木 但是现在突然间变成一些 妖野的女子 但是那个照片我没有找到 这个现在看似很普通了 但是呢 这个 但是这个 当时那个 98年的第七期的那个作家 我没有找着 因为那个杂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就确实这是被认为是 一次女性作家的集体的亮相 时尚前卫的女性 这是标志的一种转变 就过去的女性写作也好 男性写作也好 那么他们都是在一个 我们传统的经典的 这样一个 不管是和现实主义协调的 还是对抗的 或者说在先锋主义和现代主义的 这样一个语境中 来确立她的写作姿态 但现在这些女性呢 她完全不一样 她完全变成一个时尚的 消费的 是这样一种女性 我们怎么去理解她 典型的代表 你像这个卫慧绵绵 像安丽宝贝 当然有一些不太一样 卫慧和绵绵 她们出现的 实际上卫慧的开始的小说 是带有一种挑战性 你像这个 像卫慧那么疯狂的 是颇有冲击力的小说 她的语言非常 有一种破碎感 然后写一种光怪陆离的 那种城市的一种生活 那么像卫慧那么疯狂的 她写一个少女 总是有一种幻觉 就继父要强奸她 是吧 这样一个家庭的 一种性的侵犯 那么但是她有一种 内心的一种渴望 而她自己的亲生的父亲呢 这个 是从楼上跳楼自杀了 大概是 大概是这种 所以 像卫慧的一系列的作品 像蝴蝶的尖叫 它都是尖叫 都是疯狂 是吧 南海 南海是一种上海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